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智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4月17日,NBA季后赛继续进行,太阳主场迎战快船,季后赛焦点对决 常规赛中太阳45胜37负排名西部第4,快船44胜38负排名西部第5 快船并没有主动躲避太阳,反而一直在努力赢球 赛前两队都在攻卫对手,扑克圣诞纳德是那个能改变比赛的人 保罗则胜在威少带给快船能量,小凯对于杜兰特的评价是投篮方式让人印象深刻 命中率还高,这一轮系列赛,也是威少和杜兰特首次赛季后赛碰面 对于快船来说,换消息是乔治大概率缺席和太阳的系列赛 太阳则被多数媒体和球迷列为西部争冠最大热门球队 今天的比赛太阳这边派言因背部伤势无法出战 主帅蒙蒂突然改变首发阵容 布克加宝罗加克雷格加杜兰特加艾顿 显然,高科技的高度和对抗,无法对伦纳德构成压力 而快船在小莫里斯可以出战的情况下 泰伦卢依旧选择冷藏,败出了首发为 威少加哥登加伦纳德加巴图姆加足巴茨 开局哥登命中长两分 艾顿抓住对位威少的错位机会包扣 小卡强突然下,艾顿根本不不位 杜兰特被迫犯规 杜兰特也非常不满艾顿的防守态度 保罗和布克内外开花 巴图姆轰进三分止血 两队在前半段陷入胶着 但杜兰特手感很不好 面对威少的压迫防守 杜兰特有些不太适应 中段开始,快船迎来爆发 哥登连续命中三分球打停太阳 克雷格连拿五分止血后 小卡和哥登连续单打命中 后半段小卡选择单打维远莱特 组八次欺负克雷格 曼恩连续到犯规 快船瞬间拉开分叉 第一节打完,快船三是比十八领先太阳 第二节回来,鲍威尔的三分球 普拉姆利的爆扣 快船将分叉扩大到十六分 杜兰特终于中投命中运动战进球 海兰特回应三分 威少时怎么头都不中 好在还能给祖巴茨卫饼 中段杜兰特和艾顿连续得分 当杜兰特打开手感后 感无虚发 联合不可强势追分 后半段威少命中三分球 随后骗过杜兰特上兰特手 但杜兰特干把三分加跳投 随后连续站上滑球线 杜兰特第一节零分 第二节赌凯17分 半场结束时 太阳追到54到59快船 快船主要的分点集中在 戈登14分加伦纳德13分加组8次10分 而太阳逼开高走 杜兰特只要找到准轻 任何对手都拦不住 冲击篮下杀伤力也很强 进入下半场 杜兰特连续利用自己的进攻威慑力 挡拆住克雷格德分 伦纳德则是不讲理的强攻 盯着艾顿也能完成2加1 中段不可冲击篮下逐渐抹平分差 小卡的命中率也在下滑 保罗连和艾顿完成反超 杜兰特继续为炳克雷格命中3分 太阳前后打出一波23到9的高潮 危机时刻微少和小卡连拿4分 结末伦纳德再中3分球 三节打完 两队战成81平 第四节决战 伦纳德又找杜兰特犯规完成2加1 杜兰特今天所有犯规 都在伦纳德身上 堪称火星撞地球 杜兰特回应3分后 小卡继续顶着杜兰特干妈跳投 中段杀梅特连续得分 两队再度打平 杜兰特单打伦纳德 伦纳德强突不可 比分交替上升 决胜时刻曼恩完成2加1 克雷格反击回应2加1 最后2分钟 伦纳德连中2击3分 随后主攻哥登也命中3分 杜兰特回应3分后 保罗造犯规两发全中 最后1分钟 曼恩和威少连续3分不中 艾顿则不断把球碰出界外 威少造犯规两发全中 太阳选择要2分 但是不可上篮被威少大冒闪费 此后各顿两发全中锁定胜局 最终太阳主场110比115西败快船 本场比赛 威少初战36分中 19投3中 3分6中1 罚球3中2 砍下9分10篮板7 主攻2抢断3封盖的数据 5个前场篮板 关键时刻连续墙下 却是强硬 最后一球1V1冒翻不克 关键先生 可怀伦纳德一如既往的稳定 作为球队唯一核心 他必须承担更多任务 他初战41分中 24投13中 3分5中3 罚球10中9 砍下38分5 篮板5助攻的数据 太阳队方面 保罗与威少的对比相当激烈 两人进攻端都不够给力 但相较于威少的乱扔 保罗却能理智出手 这就是两人的不同 当威少数时让人意外 他总能用另外的方式证明自己 保罗初战38分中 8中2 3分2中1 罚球2中2 看下7分11篮板10助攻 赌兰特与布克是球队的两大的分手 赌兰特27分9篮板11助攻的数据 相当逆天 但比赛关键时刻接不到球 看起来他的队内的地位还不足 布克26分3助攻 莫杰一波出手直接葬送了比赛 太阳队有三巨头没错 但他们就没有弱点了吗 非也 太阳队的弱点就是板凳锡 没有人站出来得分 看伦卢也是抽准了这一点 于是采取了田击赛马的策略 同时还有四个正确决策 他们虽然首发阵容得分类显伐力 但靠着替补阵容的强度 即便下半场比分落后 他们也能紧紧咬住比分 男人家鲍威尔在攻防两吨的战斗力相当强悍 甚至科文顿这种汉将在快川替补锡都没有位置上场 之所以说是田击赛马 主要还是泰伦卢主打场轮换 另外还让球队提速 太阳队这边则是很沉闷 看上去在板凳锡上动用了6人 但基本都是一锤子买卖 上来是几分钟就下去 沙美特这种进攻看守感 防守基本屋的球员都有十多分钟的上场时间 快川这边不一样 他们替补锡就能有很好的发挥 全场比赛拿到34分 太阳队替补锡则只有10分 另外快川队的战术就利用微少的防守作用来与对手熬战 其实快川队就是希望利用微少的作用来与对手对子 手节比赛 威斯布鲁克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虽然他个人进攻糟糕 但同时带的杜兰特也是沉寂许久 当然太阳队同时也在给威少射陷阱 让威少疯狂出手投篮 导致比赛走向了一个未知的局面 但客观来说 威少们来防守端与串联方面是很努力的 比如在某一回合中 艾顿连续失手篮板 威少连枪两个后友组八次造成犯规 这些能看出他的作用 但很可惜的是 他没有理智地对待自己的进攻 快川记者Farbound S2更推携道 威少防守端做得很不错 但是进攻端表现不佳 虽然威少的进攻还是一个大问题 但好歹他没有一直上投 另外 太伦卢的四个正确决策 第一 抢开局 和太阳队这样的高手过招 那就必须在开局战局先手 快川很好地执行了太伦卢的策略 而太阳队则是有点轻敌大意 同时过去一段时间歇得有点大 第二 增加身体对抗 冲击太阳队核心球员 太阳队以跳投为主 如果伤了身体对抗 他们的效率自然会下滑 另外快川队不停地制造犯规 让太阳队核心银很懊恼 第三 小阵容克制太阳队大阵容 太伦卢就很聪明 就不跟着你玩大阵容 比赛关键时刻 就是威少加曼加格登加伦娜的加巴图姆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点提的是第四个决定 相信威少重用威少 如果在常规赛 威少这么甜的话 早就被弃用了 太伦卢自己确知道 威少和杜兰特之间的渊源 威少肯定会更卖力 太伦卢重用威少和信任威少 也得到了回报 比赛最后时刻 是威少连续地积极拼抢 以及在防守端的贡献 让快川拿到了一场胜利 另外再来聊聊KD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这场比赛的杜兰特 有点兴致不高的一位 比赛一性阑珊 没有太多的得分想法 而杜兰特在最后时刻太无私了 他没有球权 蒙蒂也没给杜兰特确定球队地位 杜兰特全场比赛出战44分31秒 只有15次出手命中七球 拔球十中时 拿到27分九篮板十一助攻 第一届0分 第二届17分 第三届杜兰特没有出手 第四届杜兰特依旧很准 可是决胜时刻 杜兰特拿不到球 球一直在保罗 不可手里转悠 首先有一点强调 杜兰特今天防守的 付出全力限制伦纳德 原本非常吃力 四次犯规都给了伦纳德 但是太阳没有人能限制伦纳德 蒙蒂一度让杜兰特去打五号位 败出三号位阵容 那套阵容面对快船的四封线 一直在输分 简单来说 蒙蒂没有确立杜兰特的绝对地位 不然不会让杜兰特去打五号位 不会让杜兰特跟着 不可和保罗练习者反跑 这是太阳必须要尽快解决的完击 数据统计显示 杜兰特已经遭遇季后赛期连败 而且这也是杜兰特太阳生涯首败 杜兰特今天面对微少的防守 面对伦纳德的单防限制 杜兰特明显不够坚决 他可以不断带动克雷格和布可特分 但是快船并不害怕杜兰特扮演侧应点 限制住杜兰特 快船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而杜兰特加克雷格包括维恩赖特和兰奈尔 太阳几乎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限制伦纳德接球 不让伦纳德转身 不给伦纳德出球空间 但全场比赛下来 伦纳德24中13 拿到38分5篮班5助攻 特别是最后时刻那两击三分球 直接把比赛势头扭转过来 毫无疑问 这场比赛 杜兰特输给了伦纳德 快船这场胜利 将太阳逼到绝境 太阳没有明确最后时刻谁能掌控球权 太阳替补完全对不上快船 太阳的能量也明显不如快船 两队G2较量将在19号上午10点进行 杜兰特不能再这么无私了 太阳下一场只能赢 都觉得缺少乔治的快船好欺负 但是因为伦纳德和微少的完美互补 太阳反而成为了暗板鱼肉